哈喽CostCup的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Richard的邀请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先上相聚 当然也很遗憾没有办法先下来感受 咱们这场九副盛名的开源人年会 我是姜波 来自中国领先的新一代开发者技术问答社区 Segmanford Sifo 同时也是开源社2022年度理事和执行长 那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 是来自中国的开源力量 新肩上的开源人物 大家可能会很困惑 听说过这个舌尖上的中国 那新肩上的开源人物是什么呢 这个主题其实来源于过去两年 Segmanford Sifo和开源社联合发起的 一个系列开源人榜单 Segmanford Sifo呢 已联合开源社连续两年 推出了中国开源先锋之 新肩上的开源人物评选 那么这些入选者当中呢 既有这个开源项目的开发者 也有开源商业的领军者 包括为行业做出突出贡献的 开源步道师和开源治理的先锋人物 那么不同于很多刻板老套 或者靠投票拉票 或者极少数人决策的 这样所谓的权威榜单 Sifo和开源社联合推出的 开源先锋33人呢 用生动的漫画人物 如米其林般的这个精心推荐 让历年的开源先锋 在大家心中留下了鲜活的印象 他们也作为表率鼓舞着 一批批新人 步入了开源的殿堂与集市 那么这个项目呢 也作为了这个开源社的 这个传统项目 将会在每年去持续的运营和推出 那么我们中国开源先锋33人 这个榜单 在行业里面获得了非常广泛的好评之后 其实在社区当中也有一些声音 大家会说 这些人他们还在社区当中活跃吗 他们还在写代码吗 那么真正写代码的人又是谁呢 所以在2022年初 我们做了一个新的榜单 来解答大家这个疑问 叫做中国开源马力榜 那么中国开源马力榜呢 不同于这个中国开源先锋33人 这个主观的这个推荐 它是完全通过客观数据分析 和开放式协作的手工标注去评选的 那么我们甄选出了来自Github上面 协作影响力排名前99位的 这个中国开发者 并联合Xlab OpenDigr项目组 和开源社共同权威发布 那么一边是这个新肩上的 开源先锋人物 一边呢是这个数据分析下的活跃开发者 在这个评选的背后有怎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希望把这一切在今天呈现给你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 中国开源先锋榜 那么首先呢 这个榜单是聚焦于人 而非项目产品和公司 是因为我们觉得 人才是万事万物的本源和基础 那么人呢 可能在不同的项目和公司之间去流转 但是热衷开源的人 他可能一直都在开源社区里面活跃 那么所谓先锋呢 我们理解它是不局限于开发者的 那么贡献开源代码的开发者 当然在开源社区当中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角色 比如这个开源步道师 开源治理 开源法务相关的这个先锋人物 包括关注开源的投资人 这两年这个开源商业在中国非常火热 有很多公司都拿到了非常高额的融资 那么我们认为 其实这些都是推动中国开源发展的 非常重要的力量 所以这个榜单是不局限于开发者的 他有各种身份的朋友们都可以入选 那么我们的评选原则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不要求大家去转发拉票 我们是支持自主申报的 当然大家也可以推荐人选 进入我们这个榜单 那么我们这个榜单呢 因为它只是一份这个新选推荐 所以我们是不设排名的 我们这个榜单是完全按照这个 大家的姓氏首字母去排列的 那么这个榜单由于每年都会去评选 我们是不重复入选的 比如说你在去年入选开源先锋 在今年就失去了这样的评选的资格 我们是因为希望可以不断的 发掘到社区的新人 然后把他们捧到台前来 让这个榜单更加多元 同时我们也一直相信 开源社区想要持续的有活率 想要这个不停的创造出新的价值 是需要源源不断的新人的加入的 需要这个开源精神和社区文化的传承 那么我们希望呢 这份榜单它不是一个这个千篇一律的人物排行 而是开源米其林推荐 我们叫新肩上的开源人物 是因为我们并不标榜说我们这份榜单是多么多么的权威 而是我们非常用心选出来的这样的人物 我们也非常真诚的把他们推荐给你 欢迎你在下一个年度去重点关注 这些开源人物他们的动态 那么我们也期待呢 有更多不那么广为人知的开源人物 可以通过这份米其林推荐 被更多人认识 那么除了开源项目 开源商业以外 像教育啊 治理啊 这些可能在过去一段时间啊 相对冷门或者小众的领域 也可以受到更多的关注 那么这个榜单已经做了过去两年了 那么首先我先向大家展示一下 在过去两年这些入选的人们 这个呢是我们首届 也就是2020年的中国开源先锋33人 其实这个榜单原本是计划选30人的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来问过我 为什么是33人 因为在我们的主观推荐当中 我们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优秀的开源先锋 让我们觉得难以割舍 所以我们来回斟酌到最后 还是多出了三位 所以我们索性就把它变成了 中国开源先锋33人 那么在之后历年的评选当中 我们也把33作为一个 这个名额限制去评选 那么在2020年度的这个中国开源先锋榜单当中呢 是都有哪些人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那么在我的slides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完整的名单 那我们找几个 可能我们觉得在传统开源榜单上 可能不太会出现的人物 来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 那比如说像第一位是陈玉 他其实是云起资本的投资人 那么他虽然现在不在一线写代码 去贡献到开源项目当中 但是他其实投资了非常多 非常优秀的开源项目 比如说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开源商业这个领域的独角兽 PinkHap 其实最早就是由这个云起资本 由陈玉先生去投资的 包括有很多这个开源新秀公司 比如说像Gina AI等等 那么我们认为 他在推动中国开源商业的发展上 还是有着非常突出的贡献的 再比如说在这个榜单里面 我们看到李建胜霍四 他今天应该在我们Costcap上面 也有分享 对那他的对自己的定位呢 是这个开源步道师 同时也是开源图书的作者 包括像星庆 星下星 他其实是我们经常说 他这个是在中国组织 这个开源活动的一节 在各种各样的开源活动上 比如说Denite的开发者大会 比如说Python的这个大会 PyCon China 然后再包括开源设自己的大会 Costcom 他都是最最核心的 这个核心的组织者 对当然还有非常多的 这些开源开发者 对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2021年的中国开源先锋 2021年的中国开源先锋呢 我们其实就吸纳了很多 这个来自学界的领袖 比如说像陈立军老师 还有同时也在开源社 是这个开源社理事 同时也是华东师范大学 XLab的这个实验室发起人 王维老师 对包括我们都知道 有一本非常著名的 这个开源著作叫做 这个大教堂与集市 那么他这本书的 这个中文译者 魏建方Vaser 也是我们2021评选出来的 中国开源先锋人物 那么在中国开源先锋人物 2021年的评选当中呢 我们也非常欣喜地 看到了很多这个开源新秀 比如说像夏小雅同学 他其实是王维老师的学生 对现在是非常年轻的 那么他也在开源社区当中 非常非常的活跃 再比如说 那么我们看到陈子力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活跃的 开源领域的这个作者 那他日常更新了非常高频的 非常优质的这个技术的blog 来探讨开源的各个领域 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再比如说像张静涛 张静涛是目前在API 7这家公司 然后是Apache API 6 非常活跃的开发者 那么同时也在很多 其他的开源项目当中非常活跃 他也是Segmafort 司法开发者社区上 一个非常活跃的这个技术创作者 那么包括比如说像孙振华 他是这个字节跳动的这个法务 那么他也在关注 这个开源知识产权这个领域 再比如说刘鱼鱼 他是Freeco Camp 在中国非常核心的这个中文社区大使 也是非常核心的贡献者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榜单 区区33人 其实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这个来自开源社区的这样的多样性 那么2021年的评选呢 其实和2020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2020年的评选 其实是由最早的这个项目的发起者 也就是来自Sifo和开源社的老师们 一起去评选的 那么在2021年的评选当中呢 我们其实是组织了这个评审团的机制 也就是说在上一年度入选的这些师兄师姐们 可以构成今年的评审团的成员 所以2020年的入选者们 可以拥有这个打分和投票权 去选出2021年的中国开源先锋 那么同样在过去两年入选的这个中国开源先锋 33人的一共这个66位老师们 就可以继续去投票 投选出我们今年2022年的中国开源先锋 33人 所以我们这个主编团的构成是包括这个 开源社和Sagmafo的Sifo 但是我们评审团的这个团队 其实成员是在逐年扩大的 也就是说我们每年都会增加 30余位的这个评审团成员 那么最终的票数构成是由评审团成员的投票 和这个主编团的这个评分区 加权平均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其实是在通过这个评审团的多元性 来不断增强榜单的这样的多元性 比如说比较关注开源法务知识产权方向的老师们 可能他日常工作就可以发掘出 在这个领域的新兴 那么开源图书作者 他可能日常也会更关注于 这个开源文化这个领域 那么开源项目的开发者呢 那他周边可能都是非常活跃的开源开发者 所以我们这个榜单越多元 他选出来的新秀门也就会更多元 这个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评审机制 那么我刚刚也有讲到说 这个榜单其实这个一经发布 就在社区当中反响非常热烈啊 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评审机制 其实在国内的开源社区当中 是比较少见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看到我们 其实用了这个非常生动的这个动漫人物啊 把我们的这些新兴们 包括这些老炮们都用非常可爱的形象表现出来 所以大家也很喜欢这样的形式 那么在这个 WeChat朋友圈里面都在非常积极地转发 但是呢 其实我们在社区当中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在Segmaford社区的开发者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那么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领袖和先锋 那么有没有人去统计 GitHub上面活跃的开发者们到底是谁 他们也值得被看见 所以在2022年呢 Segmaford社区又联合开源社 包括XLab OpenDigger项目组 联合去发起了中国开源马力宝 我们这个slogan叫寻找开源世界的超级马力 对 那么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呢 也确实选出了这个来自这个中国的这个开源世界的100余位这个开源先锋们 那么不同于这个中国开源先锋33人 中国开源马力宝的评选会更客观一些 那么开发者的影响力呢 是我们基于GitHub全域开发者活跃数据计算得到的 那么影响力的计算呢 使用了开发者与项目之间的活动关联与图算法计算获得 那么这个算法模型呢 与传统的PedRank算法类似 是使用全域的关系数据来进行协同排序的 有几个基本的价值主张 第一个呢 就是更有影响力的开发者在GitHub上面更加活跃 第二个呢 是更有影响力的开发者更倾向于参与到更有影响力的项目中 第三个呢 是更有影响力的项目会吸引到更多更有影响力的开发者参与 那么与传统PedRank算法不同的地方在于 在开源价值网络中 每个月的项目和开发者的价值 将不仅仅取决于开发者和项目当月的这个活跃情况 也有一部分是继承于上个月的数据 这样使得整个算法得到的结果具有非常好的平滑性 而且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开源的长期价值是不仅仅依赖当下的情况的 那么我们第一阶段的开源马力宝收录来自中国的协作影响力排名 Top99的开发者 开发者的归属地主要是依据其Github上面的公开的地理位置信息 及志愿者去手工标注辨别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发现也会有一些遗漏 所以慢慢的也有一些开发者主动找到我们 他在Github上面的公开地理位置信息可能并不是在China 但他实际上是在中国非常活跃的开发者 我们又把它补充到这个榜单里面 所以现在这个榜单呢是有100多位的这样的同学 那么我们也再详细看一下这个中国开源马力宝的 这个影响力的数据计算公式 这个公式呢是来源于Xlab OpenDigr项目组的招生语 那么开发者项目活跃度使用的是实验室在往年 也是这个开源社非常传统的一个项目 中国开源年报和Github洞察报告中使用的计算方式 即这个医术评论积一分 打开新医术积两分 提交PR积三分 PR上的review评论积四分 合入PR额外积两分 最终开放又以修正过高的这个活跃度 那么开发者和项目的初始价值 即第一次开始活跃的价值均为一 开发者每个月有50%的价值 来源于自身的历史价值 那么50%来源于当月的开源价值网络 每个项目每个月有30%的价值 来源于自身的历史价值 70%来源于当月的开源价值网络 那么在这个手工标注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啊 一万多个GitHub账号 我们去甄别它所在地 然后把它去标注进来 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量 所以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也采用了这个开放式协作的方式 我们创建了一个公开访问的表单 那么社区的开发者 志愿者包括我们的合作社区的伙伴们 都可以来一起标注这其中的数据 那么经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左右的这个协作 我们就非常高效地评选出了这个 来自中国的开源马力们 大家可以看到 这张图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上榜的这个开源马力 可以看到非常欣喜地看到 在这个非常活跃的开发者当中呢 有六位其实也入选了我们这个 中国开源先锋33人的榜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开源先锋榜 和这个中国开源马力榜 其实是有这样的联动和协同的 其实也一定程度上回复了社区一些开发者的疑问 就这些开源领袖们他们真的还写代码吗 是的他们真的还在一线写代码 甚至贡献非常非常多的代码 对那么今天呢 我的介绍大概就是到此 为大家简单讲述了这个中国开源马力榜 和中国开源先锋33人背后的故事 那么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开源社和 Sigmafort Sifo在今年明年后年 以及未来去持续发布的我们的榜单 也希望通过Cost Cup这个桥梁 可以让更多台湾的开源人们了解到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开源力量 也欢迎大家持续地关注我们 期待和大家一到挖掘出更多中国开源先锋力量 感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 欢迎通过我slides上面的联系方式 找到我和我进行更深度的讨论 在这里有我的邮箱 我的WeChat微信 我的Telegram 我在Sigmafort Sifo的主页 我在Github上面的主页 以及我的Twitter 欢迎大家来联系我 拜拜